最完美的一次 從頭到尾都猜一樣 都沒有歪欸 連字都一模一樣欸 太猛了 而且越來越猛欸 到第九次才達成這種成就 菲力牛三分熟 這誰出的阿 我出的阿 那倒是三分熟 欸這個 這七分熟了好不好 看起來像七分熟 對啊 怎麼會有人直接拆這個阿 哪一間的牛肉 鬼祖師家 我覺得他中間的家好像在暗示 鬼祖師家 是個家 我就 鬼祖師家 這誰蓋的阿 哇賽 這好強喔 還有蛋欸 對啊還有蛋 看了好餓喔 鬼祖師家 鬼祖師家都蓋出來了 對你把都蓋出來 我以前想說 黑胡椒牛排蛋 我想說你是多指一舉 所以我就沒有去猜那個 欸笨蛋 為什麼有一個黑胡椒牛排蛋是什麼 黑胡椒牛排蛋 這是什麼東西阿 我就是巧克力蓋的 不是這不是我 這是我偷懶的 黑胡椒 黑胡椒牛排蛋 黑胡椒牛排蛋 好快阿 如果有黑胡椒我就用黑胡椒 黑胡椒 沒有阿 太懶啦 超懶的 我看上面那坨東西看到快抓狗 牛排加蛋得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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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胡椒牛排蛋 根本就是不想想 硬臭六分之阿 硬臭阿 硬臭阿 硬臭 我覺得看不出來那是黑胡椒 那個根本看不出來 我也看不出來那是黑胡椒阿 我以為是什麼真奶之類的 怎麼會 就灑 灑黑胡椒阿 混蛋 這樣不是 黑胡椒屁喔 欸完全沒有呈現三分熟阿 黑胡椒 變成得熟了 黑胡椒 天啊 黑胡椒 黑胡椒 有嗎 黑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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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看我自己 你想像他在我門外 要拿餐給我的樣子 我要去看我自己 怎麼叫我還沒看到 為什麼 我現在來叫 好餓 真的假的啊 有人要吃麥當勞嗎 因為你都吃不下 因為我一定要跟大家說我晚上吃到什麼 給你一個機會講 今天我們去吃拉麵 只有那個沒吃過的 新開的 也不是新開的 我看過 對 然後結果 結果我就去吃了 結果拉麵送上來 我就啊好開心喔 趕快把上面的 蔥啊海苔啊 喝攪進湯裡面 拉一拉一拉 然後拉起麵來吃 蠻好吃的 然後喝一口湯 蠻好喝的 再喝下一口的時候 發現我的湯匙上面有一隻死蟑螂 太可怕了 瞬間死魚都沒了 瞬間傻眼我還 而且我那個時候 我不是發現他才把他撈起來 我是準備要把那口喝下去的時候 才發現有那隻蟑螂 而且我本來以為那只是 洋蔥的 就是燒焦的 之類的那種 所以是小汁的 我差點要喝下去 不大 這樣 中汁的 蠻大的 當然小拇指一截 可以講嗎 還好只喝你 在哪裡 私下講 私下講 是店面嗎 是店面啊 店面我們就私下講 而且還是蠻高級的那種感覺 墨山腳翔在泡澡吧 哈哈 很噁心 我跟你講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問他說 這個是什麼 因為我不想確認那個 因為我剛剛有喝湯 又有吃麵 我有點想要逃避現實 然後他就說 我們叫店員來 結果店員來了 然後他就看是蟑螂 我跟你講 而且那店員還不敢收走 因為他怕蟑螂 他怕蟑螂 所以那一碗就一直放在我面前 等另外一個店員來把他收走 太扯了啦 超噁心 超噁心 所以是在 私下講啦 我現在就想知道 我私下講嘛 真的很噁心 和我現在想到都很噁心 而且我現在想到的是 如果我那個時候沒有發現 真的把他吃下去會怎樣 噢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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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 不要再想 真的超噁心耶 我從來沒有吃過 那個 就是有那麼大隻的蟲 大隻的蟑螂的東西 平常都是一些什麼小飛吻 然後 螞蟻 螞蟻就算了 大隻的蟑螂 OMG 所以人平均一生 一定會吃到一隻蟑螂 我跟你講有觀眾跟我說 魚乾我跟你講 我們學現在有人吃豆花 吃到大蟑螂 而且他還吃了半隻 這樣有安慰到你嗎 有 有 有 可以感受到那個 脆脆的口感 他應該吃了講說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一看 你的可口頭被拿下來 我幫你放回去 不用 欸 那可可都是關鍵好不好 讓蟑螂猜錯的 哭哭啊有猜到喔 而且我懷疑那個蟑螂是在那一鍋湯裡面 好可怕喔 應該就是 所以後來他問我要不要再換一碗 再加湯 我就換吃飯了 而且他那一餐沒有算我免費 他只算我差價 他是 他是獨立的店面嗎 真的很想知道 等一下 我一直忍不住了 你們趕快私訊告訴我好不好 不行 我覺得現在私訊 他會馬上唸出來 他一定會唸出來 他一定會唸出來 你媽有要 那我們不要跟你講是哪一間 然後讓你下去吃 我想繼續玩 你下去吃到就說 欸 我吃好了 是不是那一間 那就先休息囉 休息囉 休息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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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個時候我 我平常吃拉麵 其實都會先拍照 因為那一碗我剛好沒有拍照 店員可能暗自竊席 大家早點休息 晚安 掰 好啦 晚台啦 掰掰 掰掰